近日,一个宝妈因为独特的创意登上了热搜,她把蔬菜水果玩出来了新高度,几块一斤的蔬菜被她做成了包包,蒜台被她编成了包包,西兰花被她混搭成包包,各种款式的包包应有尽有,这包包真是经济又实惠,不少网友说了,让你模仿也没让你超越啊,她就是90后的宝妈娟娟私语,她用板栗和香菇打造出一只大军,她用切菜的功夫把茄子制作成了马桶靴,真是非常的独特,吃西瓜的时候吃出来个二师兄,既好看又好笑, 这柚子茶也很正宗其好喝,就连榴莲皮她也用上了,制作出一双限量版的鞋子,她把苦瓜设计成蛤蟆,网友说这是最褶皱的癞蛤蟆,事实证明癞蛤蟆也是想吃天鹅肉的,她把香菇拼成乌龟战队,把白菜拼成大鹅战队,形成两军对垒,即将交战的气势,不少网友看完纷纷竖起大拇指,说真是创意的天才,不管蔬菜还是水果到她手上,都是便废为宝,凭借她奇思妙想的手工技术,让她在网上圈 粉200多万,别的宝妈为自己的孩子手工作业抓耳挠塞时,她已经成为全班最亮的仔,她设计的小驴拉末,也是唯妙唯笑,她被网友称蔬菜帮帮主,真是高手在民间